哈喽大家好啊毛怪先生回来了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讲讲我之前进入的第一个游戏公司 上一个视频提过了 那我之前在一个做股票游戏的一个游戏公司啊 Stock Game 在这么一个公司待过 那个呢也是我第一次接触炒股 这是一个神奇的经历 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那么毕业之后我就直接当老师了 当了几年的老师 但是呢当老师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会一直把自己的东西往外掏呢 比如说我是一个teacher是吧 某肚子里有很多知识 那么当老师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知识掏给每一位学生 也不管这个学生喜不喜欢 然后就掏给他们 但是一直往外掏呢 没有东西进来 即使进来也是学的很肤浅的这个知识 这个跟在我跟大学毕业之后那些 进入游戏公司的同学相比 我的那些同学已经进入了 Game Company 进入了游戏公司 跟他们相比呢 那么水平就差了一大截 在几年之后才发现这个距离非常的大 当老师跟进入专业公司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之后啊 深深的反省 不行我不能再当老师了 一定要进入游戏公司去深造 但是当时没有门路啊 那怎么办呢 就找了我的大学的一个老师 我的导师 导师 说导师也不对啊 不太不太确切 就算导师吧 嗯 他呢帮我介绍了一个朋友 他的一个朋友 那个老师当时也得四十多岁了 你想他的朋友在那个时候得多大 对吧 也是一个老板 啊 岁数也挺大的 一个南方的大叔 他呢创建了一家游戏公司 然后叫了几个朋友一起来做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啊 那是一个炒股游戏啊 反正我就进了这个游戏公司了 一啊 这就是我啊 进了他的游戏公司了 那么 嗯 在这呢提一点啊 就是 还是一个小公司啊 一个小公司 小公司呢 经常有一个特点 就是你在跟他谈工资的时候 他会跟你砍价 这是一个 砍怎么写 砍价 砍价 对 他会跟你跟你砍价 比如说你要的工资 工资我要1500元 每个月 那么他跟你说 我觉得1500有点贵了 你看看 700行不行 哎 700行不行 对吧 这是一个 讨价的过程 那么你觉得750 你觉得700太低了 那么再往实际上一点 我觉得720行不行啊 他说行 那就进入了他的游戏公司了 这是这样一个流程 大公司呢 一般不会给你砍价的 大公司他会相信你这个人的价值 比如说我要 100万元 每个月 那大公司一般都会直接答应你 他觉得你这个人 值这个钱 因为大公司呢 也会有比较 严格的这个审查机制 包括审核你的简历等等 小公司一般都是这样一个特点啊 不过我觉得大家如果在小公司呢 有过一些经历也是比较好的啊 就是很多 我见过很多人直接进入了这个大型的游戏公司 很多毕业生啊 直接进入了大型游戏公司 他的辞职率是比较高的 您好 我看这会有箱子的就好 我两个箱子 我两个箱子找不到辈子 是吧 我的fucking happened 我刚才说到哪里了 100万元每个月 这是什么 这是啥 这是啥来着 不管了 小公司 对 我刚才说到了 就是进入大型游戏公司的 新生 就是包括毕业生 进入大型游戏公司的辞职率 是比较高的 因为他可能 对于这个大型游戏公司的优势不太了解啊 或者有呃 呆了一段时间 就想去更好的公司去发展 这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你开始在小公司待过的话 那么就会觉得 大公司的这种优越感是非常强的 各有利弊吧 各有利弊 好了我们接着说这个股票公司啊 哎哎哎哎 哎 这个总是不好使 这个 好了 进入了这家啊 股票游戏公司之后 我老觉得他像炒股的公司啊 进入公司之后呢 我们老板说了啊 所有人都要对炒股有了解 你必须啊 知道这个股票是什么 你要亲身经历这个股票 我那个时候也没炒过股啊 不知道怎么去炒这个股票 但是大概有一个了解 然后呢他就要求公司里的所有的员工 都得去开一个户 开一个股票账户 说你们得去炒炒股 亲身的体验一下 这个股票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不用太多的钱 少的话几百块钱也可以啊 特别像一个 听着像不像骗子公司 但其实不是啊 他还真不是骗子 他确实是让大家去体验一下炒股 当时呢第一天上班 我第一天上班 就让一个小姑娘带着我 那个是小姑娘是长什么样子来的 比较瘦的一个小姑娘 一个大辫子 他呢就带着我去了 一个证券公司 是银河吧 我记得是银河证券公司 开了一个股票账户 然后当时呢就拿了几百块钱 进行了一下炒股的一个操作 大概知道了股票是怎么回事 在这呢得大概介绍一下 这个股票是什么样子 比如说我们都曾听说过的 中石油 这个写错了 中石油 中石油 那么他会有一个股票代号 我忘了他的股票代号是多少了 咱们比如说他的股票代号是000250 那么假设他现在的价格是 40元每股 40元每股 那么在我们的中国的股市呢 就是A股 如果要买中石油的话 至少要买100股 每次都要买100股 这个呢叫一手 一手 我只了解这一点啊 我并不是一个专业炒股的 只了解这一点啊 必须要买100股 那么当40元一股的时候 那么你就要花4000元 对吧 40乘100 就是4000元 才能买到一手的中石油的股票 那么除了这个呢 还有一个叫印花税吧 还是一个什么税 就是有一个手续费 手续费 这个手续费呢 大概是几元钱吧 三到五元 差不多这个范围啊 不多 那么整体买入这一股呢 你一手呢 你就需要4000几块钱 大概是这样 这是一个股票的操作 行了 股票咱们就介绍这么多 不多介绍了 那么回来呢 说到这个游戏 好了 那么当我开完户呢 回到公司之后 老板回到公司 老板呢 就直接给了我一本策划书 特别厚的一本策划书 让我呢 先读一读 看看这个游戏 公司的游戏 大概是一个什么意思 这本策划书呢 这本策划书 我觉得像本草高木那么厚 那么当我读了 一下 我整整一下 我把它看完了 看完之后 我竟然不知道 这个游戏怎么玩 那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对吧 这么详细的策划书 他到底写了什么 他写了一些比赛的规则 那么比如说 我们在参加一个比赛的时候里面 如果四个人的时候怎么玩 如果三个人的时候怎么玩 那么他如何淘汰他 反正写的非常的乱 但是我竟然不知道这个比赛是什么 非常的诡异的一个游戏 然后当我去直接问老板的时候 这个老板说 我们是一个模拟真实股票 真实股市 模拟真实股市的游戏 我们要做的跟真实的股市一模一样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那么如果是真实的股市的话 他的每天开市时间是9点30分 到中午11点 是吧 是这个时间吗 我记不清了 反正他有一个上午的时间 然后一个下午的时间 下午是2点开始 2点开始到3点 到15点30 还是14点 我记不清了 反正是这样一个意思 上午下午各有一个开市的时间 只有在这两个时间段 大家才能进行交易 那么难道这个游戏 我只能在这个时间里面玩吗 对吧 他都非常的奇怪 然后老板为了避免这个问题 他这个时候才发现 突然有这样一个问题 对吧 那么大家只能在周一到周五 上午下午这几个 这个时间段 再来玩这个游戏 非常的奇怪 所以他就在游戏里 做了一个虚拟股市 虚拟股市 这个还是路数比较对的 对吧 我们有一个虚拟的股市 在里面可以进行游戏 那么虚拟的一些股票在里面 但是这个虚拟股市操作起来 就非常的繁琐 那么他假设这个虚拟股市里面 有一只叫大N币的股票 大N币的股票 那我买它不就可以了吗 在游戏里面 对不对 一个操作界面 这一个buy 一个买 然后上面我买几股 比如说买100股 直接买不就可以了 我的余额在这了 假设我的虚拟币是10万N币 10万N币 对吧 假设我有这么多钱 当我想买这个股票的时候 然后我输入一个100股 输入一个100股 我去买这只股票的时候 那直接就应该买成功 对不对 就直接successful successful 然后这边直接扣我的余额 不就可以了吗 对吧 我们做游戏 非常简单的一个操作 无论是游戏也好 还是制作一些软件 等等这种操作系统 都是这样的 但是在这个游戏里面 我竟然就不能买 为什么 我就去问老板 老板说在我们的界面里面 你买100股的时候 对吧 100股 他后面后来又加了一个 我记得在哪 还有一个额外的窗口 你要自己输入这个钱的数值 就是你要花多少钱 是买的这个按钮 你要在额外的这个框里面 自己输入100股的数值 多么繁琐的一个操作 对吧 这就不正常 这是一个非常反人类的操作 我就要输入1000元 是不是 对1000 然后再买 但是当我输入1000之后 去买这个股票 我发现我还是买不了 为什么 我又去问老板 老板说 那么你还没有输入手续费呢 What the fuck 对不对 我还要计算100股的这个手续费 它有一个非常繁琐的一个操作 操作一个公式 它不是简单的 一元或者五元等等 它是一个带小数点的一个什么数 就是比如说三点几几 对吧 那我要输入一个13点 比如说34这样一个数值 我要自己算出来 再去点这个 by 我才能购买成功 这是谁会这样制作游戏 非常诡异的一个设计 这个游戏整个的这种操作方式 大家也知道 那么你能想象会有多少人玩这个游戏 那么这仅仅是这个游戏的零星一点 我们再说这个美术 再说这个美术 为啥就不成功 当我去见到这个游戏的竹美的时候 那个竹美正在画一个非常巨大的城市 对吧 上面有很多的房子 这种四十五度角的 这样一个城市 然后里面有一些小角色在走 特别巨大的 我说这个城市有多大呀 竹美说 他也不知道 反正已经很巨大了 后来问老板 问我们的老板 老板说 这是我们五十个大城市当中的一个 能想象这个游戏有多大吗 然后问老板 为什么要制作这么大呀 他说 我们要制作成MORPG 那个时候是2008年 2008年 魔术世界刚出了大概四年左右的时间 非常火那个时候 所以呢 他为了赶这个时髦 要制作一个MMORPG 我说咱们不是股票游戏吗 股票游戏应该是经营类型的游戏 对吧 如果说经营类型的游戏 那么大家都应该知道经营 哎呀 最近写字 怎么看那么别扭呢 哎 很少写字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就可以了啊 对 应该是这个情报 sorry 经营类型的游戏 那么就是类似于比如说大富翁啊 大富翁不是 织这个头子吗 对吧 织头子 然后赚钱 我们股票类型也可以 我买了股票之后 这股票有涨有低 对吧 赚钱我去买楼买车买房 那么如果跌了的话 那我可能再去打工 对吧 用一些游戏内部的一些手段等等 这肯定是一个能循环起来的一个经济系统 如果我们做游戏策划的话 我们都应该知道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游戏循环 他呢 在游戏里面赚钱之后 也没有一个特别详细的消费系统 这块他还没有想好 他到底是买楼啊 还是买车啊 还是雇人啊等等 这一块都没有想好 那个时候 他们还在设计后续的这种 消费计划 他仅仅把这些操作的 他仅仅把精力放在 所有的游戏的细节操作上 就太注重细节了 但是没有注重整个游戏的玩法 所以他做了这么大一个地图 他希望所有的玩家 都在这个地图里面来行走 他仅仅是需要一个 MMORPG的这样一个操作方式 这个游戏特别大 那我发现一个女孩子画了一个医院 在里面画了一个医院 这个医院画的特别的细致 巨大无比 我画的比较简单啊 反正是个医院 女孩子画了三天 后来我就问 这个医院有什么用啊 当时我们公司里面有一个策划 一个胖胖的一个策划 大概长这个样子吧 看着很面善 很有善的一个策划 我说这个医院有什么用啊 策划告诉我 说如果玩家的体力不够了 可以进入医院去补充体力 体力 一个经营类型的游戏啊 里面有这个体力系统 我说这个体力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说如果体力啊 是一个体体力槽啊 体力槽 如果体力足够的话 那么这个人走路就比较快 对吧 他会可能跑起来 但是呢 他在跑的时候 这个体力槽会一直往下降 如果降到没有的话 那么就要进入医院去补充体力 是这样一个系统 但是你能想象这样一个系统 是在精英类型游戏里吗 而且这个系统是 是什么 眼熟吗 大家眼熟不眼熟 对不对 他是暗黑破坏神二里面的系统 对不对 暗黑破坏神二里的系统 我记得 三是不是都取消这个系统了 三是不是都没有这个体力槽往下降了 记得不太清楚啊 好像后来没有了 但是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系统放在经营类型里呢 我们仅仅是操作股票涨跌 然后去买楼等等 这样一个循环系统 加入这里面可能是以后要让大家买车吧 等等 可能有这样一个设想啊 大概是这个不太清楚 这整个的路数就有点不太对了 好了 那么我们再来说这个角色 游戏里面是有角色的啊 这个角色是当时的那个竹美 一个我们的小竹美 他做的一套角色 这个角色应该是可以换装的 他需要 这个人物呢 换帽子呀 换衣服等等 当时那个时候做游戏 大部分还用Flash做啊 我们那个也是啊 Flash游戏 如果你是早期的游戏制作者 那么非常熟悉这个软件 对不对 Flash里面有一个 原件系统 原件系统 那么当时的原件呢 分为三种 一种就是普通的图形原件 图形原件 第二种呢 就是按钮原件 还一种叫影片剪辑 太长了啊 不写了 MoveClip 影片剪辑 这三种原件 那么除了这个呢 它里面还有一个东西 叫组件 在这里面只有按钮和影片剪辑 这两个是受程序控制的 如果我们制作游戏 需要编程的话 那么必须要做这两种 这两种原件 但是呢 当时那个美术 他做的角色 所有的部分 都是用组件做的 他连图形原件都不是 连图形原件都不是 所以在替换的时候 你要做很多的角色 换装等等 那么最起码你要用图形原件来做 这个其实都不对 应该用MoveClip来做 这样 这个程序员才能去控制它 那么他用组件来做 等于所有的东西都是 没有任何的这种附用的功能 那么我拿过他这个文件 我发现这家伙可能 不说了 反正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修改 他的这个角色模型 那么全给他改成程序 可以使用的 这个MoveClip 所以呢 那个时候就有点怀疑 他的水平 然后呢 再来说 他的这个大场景 除了这些楼之外 里面不是有马路吗 他所有的马路 用的颜色都是 如果你做游戏 做程序的话 应该能看懂这个 是吧 他所有的马路颜色 都是纯黑色 为什么 当时我们有一个沙滩的场景 这边是沙滩大海 然后沙滩 沙滩上来以后 就是马路了 全都是纯黑色 我以为他是故意的 比如说要做什么 透明效果等等 我说为什么是纯黑色 他说 我觉得这个好看 当时很多人 都对他这个纯黑色 有质疑 但是 扭不过他 他就执意 要用这个纯黑色 非常诡异 好像上线之后 是因为别的 别的合作方 提出了意见 他才把这个纯黑色 改成灰色 很诡异 诡异的识多了 那么再说另外一个 我们的一位 这个策划先生 这个 不说他的姓 咱们说他的名吧 Mr 白泥先生 Mr白泥先生 对吧 这是他的名 他的姓我就不说了 他的姓给人家留一点 发展的空间 是不是 我见过很多的策划 这个策划是我见过的 好了 咱们就说他干了些什么吧 他呢当时是我们的主册 主册 MMORPG 这个想法 其实主要就来自于他 是他怂恿的老板 我们要制作 MMORPG游戏 为什么 因为他玩魔兽世界 就因为玩了魔兽世界 要把股票类型的 经营游戏做成MMORPG 天哪 他呢当时 对我们所有的美术 都是 我们需要策划书嘛 我们需要策划书 对吧 你只有 给了我们策划书 比如说这个 一个功能 假设这个系统是 购买 购买系统 他肯定会有界面嘛 对不对 这界面里面 有几个按钮啊 是不是有关闭啊 有确定等等啊 我们需要这个东西 所有的美术 都需要这个东西 我才能给你制作 对不对 我不能自己去编 但是他给我们的都是 你去做一个购买功能 购买功能 然后就没有别的了 让我们美术 去编这个东西 那我怎么做 里面 好了 大体的美术风格 我还是可以给你做的 对不对 购买 上面 比如说弄一个 钞票类型的一个按钮啊 或者是弄的华丽一点的 这种按钮 这些我可以给你设计 但是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啊 有什么东西啊 可能你们见过很多的策划 都是这样的 我们不用想 如果你见过的策划是这样 那它就是garbage 不用想 所有的这种策划 全是garbage 都是垃圾 还有呢 他当时对我们所有的美术 都直称美工 都直接称呼美工 这个词呢 其实在游戏公司里啊 对大部分的美术工作人员来讲 我觉得还是比较敏感的 很多美术工作者 不愿意去听这个词 这个呢 我只觉得到街边复印店 去给你复印图啊 给你制作一个名片啊 我觉得制作名片都不能叫美工 对吧 都叫设计师 对吧 我们都得叫设计师 在游戏工作里 或者你叫美术 对吧 或者你就叫美术 当时除了他 还有老板 都管我们叫美工 这个也不能完全怪他们 因为有的工作者呢 可能不太了解 设计师的这种心情 大部分的美术设计师呢 可能都对这个词汇 比较忌讳 那么什么美工美工 我是美术兵工啊 对吧 他可能会这样想 就像程序员 你可以自称马农 美术呢 有的时候也自称美工 它是一种自嘲的 一种叫法 就是 如果是别的这个工种 来叫你的话 你可能就会 不愿意特别爱听 但是 还是摆好心态吧 像我就可能无所谓了 当时在这个公司里面 你叫我美工 那 反正我不会给你好脸 对吧 我也不会直接去怼你 比如说 谁谁 你去设计这样一个东西 你们所有的美工 都把这个设计成什么什么样 然后反过来 我跟他说的时候 我说 好的 我觉得美术 应该怎么怎么样来做 是这样一种回答 但是从来没有正面的去怼他 后来呢 在Happy Elements 这个公司 就是 乐元素 那个企业文化就相当好了 在里面就是 最大的 我们最大的美术的头 包括 老板 都非常的尊重美术 他会直接跟其他的 所有的策划 主管 包括程序 主管 直接去说 在公司里面 禁止 说美工这个词 禁止说美工这个词 对吧 禁止说 然后所有新来的这些小孩 都会提前告诉他们 我们在里面要管设计师叫美术 或者你叫设计师 不能叫美工 对吧 好了 我们除了说他这些 再说他的另外一个策划 当时我们要制作一个 邮件系统 邮件系统 那么他的这个邮件系统肯定也是超魔兽世界吧 魔兽世界里面一个邮箱 我们站在邮箱前面 角色站在这 然后你会打开一个邮件的界面 大概是这个样子 对吧 然后他当时给我们所有美术的一个策划 就是你们要做一个邮件系统 然后我们就问什么样的邮件系统啊 你有没有具体的策划书啊 然后他当时 他当时没有 就等一等我给你们做一个 他就给我们画了一个 当时我见过唯一的一个最详细的邮件系统的策划书 这个策划书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是邮箱 邮箱 然后 这一个简头 这一个简头 后面写了一个 收发信 然后给了我们美术 说 你们去做吧 这就是整个邮件系统 所以自从我拿到这个策划书之后 我对他的这个 白先生的这个 印象就已经完全彻彻底底的 确定了 他就是个垃圾 就是个垃圾 当然人家现在可能好了啊 我说的是当时啊 所以呢 说到这儿 所有的策划者 你至少你给出的这个东西 你要有一个 对吧 我们做一个邮件系统 应该是什么 有几个界面 那比如说 第一个界面是什么样子的 这里面有几个按钓 当时呢 都是这种关闭 对吧 这种叉子 因为是在网上玩游戏嘛 现在可能 不太一样了 但是至少你有一个邮件 然后 找一个图标 对吧 这一个图标 标出来 图标 然后有几个 这种窗口 这个窗口是什么 比如说 这是登录系统啊 这有一封信 这有一封信 然后当我点开它的时候 会打开二级界面 这个二级界面里面 具体有什么 有几个图标 有几个窗口 然后里面要写什么 这是一级 这是二级 然后点开会不会有三级等等 对吧 具体到底是 里面有什么东西 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写出来 然后每一项 具体的功能要写出来 这才是一个详细的策划书 听到了吗 所有的策划工作者们 我们每一项需要的是这个东西 当时在Happy Elements的时候 然后当时我们的策划 细致到什么程度 就是在一个界面里面 比如说我前面要放一朵花 这儿放一个星星 都会单独的标出来 每一项都会单独的标出来 第一个图标 Icon Flower 然后具体的描述 Description 后面要写等等 这个花是干什么用的 是对这个窗口的一种描述 然后它大概要表现什么 那比如说这是一个信件 一个信件 就第二个是 第二个星想 对吧 Star 第三个Mail 写错了 这是Icon 后面是Star 这是Mail 然后具体它的描述等等 它是 后面描述框的一个缩列图 代表的是邮件的 代表是邮件的意思 这样 每一项都写出来 这是一个非常详细的策划书 给美术的策划书 它是策划书 然后要把里面的东西 全都摘出来 有的时候这项工作 是由竹美来做的 竹美把它拆出来 但是你策划 至少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我到底有几个图标 到底有几个按钮 关闭的这个到底有几个 然后二级 三级 几级界面 背景图有没有 背景图大概是什么 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然后美术才能按照这个东西去做 当时在这个股票游戏公司 大部分的这种游戏界面 都是我们美术直接编的 如果你在这种小的公司 你可能会 哎呀 其实不只是小的公司 大公司也会有这种情况 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是很多的 就是在跟策划之中的这种博弈 他们之间的来回的这种交流 那么大部分都是策划提过来一个需求 可能有策划书 但不是特别细致 然后你就按他的策划书 大致设计了一个界面 或者大致设计了一个图再反过来给策划看 策划去说 那我觉得哪哪哪不好 请调整一下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流程 对吧 但是如果策划开始提过来的 这个问题不够细致 或者他提的 比如说他这儿确定有两个窗口 那么你给他做完了以后 策划回过来看 我觉得 他说我觉得这个窗口不好 把这个窗口扇掉了 这个是策划的问题 你开始为什么不想好 对不对 我觉得有调整也很正常 但是如果你觉得 比如说我这个界面要设计成红色了 那么策划反过来说 觉得红色太艳了 改成蓝色了 这个就是 这个调整的有点太大了 这应该是属于策划的问题 那么如果只是在红色的范围内 我觉得太艳了 我们把这个颜色调暗一点 这个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大的需求 这种调整 如果真的有大的需求调整 策划应该怎么做 策划应该 说我们提第二版需求 对吧 第二版需求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要在这个界面上 进行一些什么修改 我们之前在 Happy Elements的时候 当时的那个 所有的需求表 都在谷歌表格上 都在谷歌表格上 在上面有一个策划 专门用的表 就是策划提给美术用的表 到底有每一项 如果这一版 比如说Version 1 这一版 我们全都做完了 美术over了 美术over了 但美术finish了 到了第二版之后 我们抛弃了第一版 但是这一版 要永远的留在这个地方 策划改需求 改需求 这个是正常的 我们可以接受 但是你改需求 第一版 你不要给我闪 留在这 然后进入第二版 我们美术 重新制作这个东西 这是新的一个时间 而你不能总在一个面板上去 我觉得这个 就是千万不要出现这种情况 策划站在美术的后面 美术 美术去操作 然后他说 把这个改一改 把这个改一改 不要出现这种情况 你每一个修改 都要落实在这个表格上 我们接受修改 这是一个互相尊重的过程 对吧 你这样的话就是 这种表情可能在网上也 见的比较多 对吧 尽量避免这种情况 这个是我讲的 在策划跟美术之间 要有一个良好的沟通 大概是这样一种方式 这都是从那个白先生那 就这个家伙 Mr 从这个白先生这 得来的启发 对吧 行了 不管他了 那么通过 这个股票游戏公司的 这些精英们 包括我在内 我当时也算一个精英 对吧 我们所有的精英凑在一起 我为什么也是精英呢 因为我是第一次 进入游戏公司 对吧 也没有什么经验 所以呢 大家算是一个完美的团体 那么制作的这个游戏呢 就上线了 上线到什么地方呢 当时有另外一家股票的网站 一个股票的网站要跟我们合作 它是专门的一个股票资讯网站 这个网站的名字我就不说了 他跟我们合作 要把我们的游戏上线到他们网站上 然后进行一个试运营 然后这个网站公司的老板 就来我们这儿来视察 来看看我们游戏的品质 当他玩了这个游戏之后呢 好在他也不怎么懂游戏啊 然后给我们游戏评了70分 70分 算是及格吧 算是及格吧 反正无论如何 我们游戏还是上线了 大家可以想象这么多 就这帮人算我在内 制作出来的这个游戏 能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好在还是有很多人玩的啊 我们的峰值 在线人数的峰值 是这个值吗 不管了 在线峰值达到了600人 一言难尽 当时呢 老板为了提高这个在线人数 要求公司内的所有的员工 要叫你自己的亲属 朋友都来上线玩这个游戏 当时呢 给每个人制定了一个指标 你每个人至少要叫三个人 还是两个人 我记不清了啊 反正要叫两到三个人来登牧你的游戏 如果没有达到这个目标的话 要扣工资 是不是又达到了一个垃圾公司的指标啊 对吧 很多这种公司可能都会有这种情况 那么除了游戏公司 我们只在传销公司 传销就不叫公司了 我可能只在传销的这种类型里面 见过这种情况 你要拉来你的亲友 来加入你的这个项目 甚至如果拉不来的话扣工资 行了 不用说了 这肯定是一个垃圾公司 但是呢 在这儿得说一下 我们的公司老板 人还是不错的 老板 人确实不错 因为那后来呢 我出了一点困难 家里出 他确实帮了我一个大忙 老板还是很好的 对他还是很感恩的 只不过呢 他对这个游戏实在是外行 幸好在这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 我已经离职了 当时呢 其实在公司的时候 我已经提前准备去Happy Elements了 因为那个时候 经过朋友介绍 我要去这了 在去之前呢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插曲 Why 行不行啊大哥 不知道是这个软件的问题 还是这个iPad的问题 好了 我介绍这个非常有趣的插曲 老板呢 为了拉一些精英人士来我们公司 当时他找了新浪的一个 我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职位 我给他画的细致一点吧 这个人大概长这个样子 他不是老头啊 可能画的有点老 当时可能也就不到40岁 30多岁 大概这个样子 怎么那么老啊 新浪的一个算是 一个小小的负责人吧 在之前我可是去新浪面试过的啊 我去新浪做过面试 我知道新浪要求什么水平 要求英语要达到多高的水平 你们也知道老师的英语水平 对吧 就会个古的猫呢 什么的 当时给了我一个英语试卷 然后完全不会做 甚至在线查手机去做那个 反正我肯定没过 对吧 我就觉得新浪那的人 肯定都是精英人士 来了一个新浪的负责人 然后还在 他是我的上级 他直接领导我 直接领导我 我说那我们公司是不是有希望了 后来呢 我反倒发现这个家伙在公司里面 他那也没干什么 就每天在那坐着 也不知道他干什么 反正在电脑前面 然后就问老板 我买这个股票好不好 买这个股票好不好 对了 说了股票回来 刚才说到2008年 我忘了 2008年是一个什么年呀 大家 还记得吗 如果你炒股的话 你会非常的清楚 2008年 股票涨得非常的高 然后在 年中左右的时候吧 还是上半年左右的时候 突然就 哇 一个大大的下滑 那可是一个经济危机的大好年华 对吧 我在这一年的这个时候 进入了股市 一言难尽 好在我也没偷多少钱 行了 说这个货 他呢 仅仅在我们开大会的时候 有的时候有一个例会嘛 大家坐在一起 开会 老板坐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货坐在这 坐在老板的边上 到老板讲完话以后 我们要怎么怎么样 我们要把这个游戏怎么怎么样 我曾经开过七个公司 全都成功了 这是老板亲口说的 当时我就没听出来这句话 有什么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 当时来的人 一个我们市场说 我们要把我们的游戏 做到十亿用户 当时中国人数 应该是够这个人数的 嗯 就他吧 他呢 在大会上 谁面不说 等老板讲完话之后 这个家伙就站起来了 哎 侃侃而谈 我觉得老板说的非常好 我们大家 要听老板的话 然后一起努力工作 让我们的游戏做的越来越好 老家鼓掌 哎就行了 这就会就完成了 他就是起这个作用的 然后呢 我跟这个家伙是坐在一个屋里的啊 这个家伙坐这儿 这儿一个桌子 这儿一个 这是门啊 这是门 我们当时租了一个 就是生用良用的 当时我们租了一个 商住良用的一个破楼 我坐这个位置啊 他坐这儿 坐在这儿吧 我来的呢 我进来时候是 这屋的第二个人 这儿坐了一个 程序朋友啊 我跟他很好 这是我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空桌子 我是第二个人 二 后来呢 公司人越来越多 这屋就基本没什么位置了 再来的新人 在旁边有一个大的会议室 一个大桌子 然后大家都临时 在这个大会议室这儿办公 这是另外一个屋子了啊 就是条件比较简陋 这个地方都是每人一个单独办公桌 然后在这儿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厨房 就是放一些杂物等等 放一个厨房 很小 后来 这屋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没地方了 来了一个新人 一般新人不都要去这个地方吗 结果这个货就跟我说 来新人了 没地儿了 你先暂时去会议室坐吧 他就让我去会议室 他要让这个新人坐在我这个位置 我这个人肯定不能参政啊 我是一个政治斗争 绝对会是失败的人 包括后来也是 我是一个不太会混的人啊 就是 跟人搞好关系这种 我可能做的不太好 然后就被排挤了嘛 就坐在这儿 当时我很气嘛 也是年轻气盛 刚进入公司 然后我就特别不想去嘛 我不想去这个屋子 我第二个来的 你凭什么让我挪到这个地方去 我当时跟他说了一句话 我说 啊 让我去那儿啊 我说厨房还空着 我去厨房行不行吧 你但凡聪明一点的人 都应该能听出来 我是在讽刺你 对不对 然后他呢 我不知道他是 没听出来还是怎么样 但我感觉到当时那个状态 他真的没有听出来 他说 啊 好啊 哎 我说 哎 那好 那行 那我就去厨房吧 当天晚上我就搬着我的桌子 厨房很窄啊 搬了一个桌子 我就坐在里面 就坐在这 这件事老板是不知道的 第二天早上来了以后 第二天我也没来上班 我很气嘛 我就跑了 然后老板来了 发现说 啊 我们的老二去哪了 然后这个傻货就告诉他 那他做 做这个厨房去了 他自己愿意去的 结果当天下午我回来的时候 这个傻货给我打电话说 哦 你快回来吧 我跑到会议室去了 他就被老板 直接整到那儿 老板大发雷霆 说你怎么能这么干呢 然后他让 他说去会议室 你就让他去吗 结果我在这个地方啊 就 我好像坐到他这儿去了啊 反正我就没动 大概是后来 我就这么 缴了他一把 嗯 好了 再后来呢 然后我就从这儿离职了 对老板 我还是印象比较好的 所以我给他写了一封感谢信 好了 这个就是之前我待过的 一个股票公司 然后介绍了一些 我见过的奇葩人物 可能呢 这些情况在 很多公司都会见过 但是我现在要处理 这些事情呢 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方式的 毕竟是经历的多了嘛 对吧 在公司里面还是保持一个 第一个啊 保持良好的心态比较重要 第二个呢 跟人之间要友好的往来 不要像我这样做事 对吧 做的有点 后来我这个同事跟我说 你这么做真是 置他于不仁不义之地 对吧 这样做确实有点损 嗯 但是我觉得还是很爽的 好了 那么关于这个公司一些 更有趣的事情呢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 以后再慢慢的给大家介绍 最近实在是太忙了 就是教程做的比较慢 有一些期待我做教程的朋友啊 抱歉 抱歉 因为工作太多 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琐事 那么只能找时间 给大家调侃调侃一些公司里面的事情 好了 非常感谢大家啊 订阅毛拐先生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ee you next time